本周可以看到这股小鸭旋风现在是方形为爱 但其实我们之前也曾经为您报道了 这一位荷兰原创艺术家霍夫曼授权的商品 其实是只有七款的 而这些官方版的小鸭商品是一万八千份 但其实不到五天已经全部卖光了 七天的时间已经进账七百多万元 官方的买不到该怎么办呢 网络上现在价格已经翻了三倍 还有很多的山寨品纷纷出笼 但一样受欢迎 光龙码头外小鸭摊子几十摊 全都是兜售小鸭商品 从鸭玩偶到浮水鸭还有小鸭饼什么都有 而侧边门左边两摊到了右边还有三摊 短短十公尺内五个人卖的都是黄橙橙的鸭气球 一颗球一般也有这么好卖吗 却因为官方版的黄鸭已经销售一空 小鸭玩偶已经昨天全数销售完 才第六天这支三九九限量一万八千只的 塑胶小鸭全数卖光 还有两千组纸胶带也被抢购一空 光是这两样商品就进账七百五十八万元 看到小鸭卖得好 和货富卖授权同款的黄色小鸭 也瞧瞧摆出来卖 只差没有高雄LOGO 至于身形缩小两百倍的小鸭模样 就和正版的一模一样都卖三九九 那外面卖的就是一般版 一般版是一样的玩具 那但是它的那个底下就没有我们这次活动的LOGO 不止如此网络上也有卖家把漏页排队 买来的官方版黄鸭以三倍价格一千两百元打算卖出 事实上关押人潮从首日的二十万人 还有小鸭消风躲台风的五万人 付出当天的十万人甚至廉价结束 平日还能吸引六万人潮 五天来就带来四十一万人 以为黄色小鸭只在假日人来疯吗 其实上班日还有一车一车游览车带来的国旅和路客 看来一个月冲破三百万人数带来十亿产值 早就不是问题 TBBA新闻苏探引嘉欣高雄报道